協助無家者的工作不僅僅提供臨時住宿 亦要配合多些支援的服務 例如醫療、家庭輔導、就業培訓 在現有的情況之下 無家者的公共資源是很不足的 深水埗最近三、四年實施了先導的計劃 在區議會支持下 由民政事務准許署撥出資源 找兩個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 幫助這些無家者轉介服務給他們 我想問一下局長 針對這些無家者的多地區 政府可否將這些額外的支援服務行常化 或者將這些工作一拼過 可以由社署多些的處理 麻煩你證明 就住老宿者面對的社會問題 其實是很多元化的 其實鄭議員都很了解 尤其是在深水埗區有時面對的情況 就住經濟方面 其實社署每年都會提供資源 給老宿者的中學服務隊作為一個緊急基金 而當中合資格的使用者 申請支付各項的開支 包括一些租金、租金的按金、短期的生活費、其他搬遷費等等 那麼老宿者有長期經濟需要的社署 或者是非政府機構的單位 也都會因應的情況 轉介有需要的人時申請中緩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基金的申請 去應付他們的實質開支 那麼在醫療那方面 其實有需要的老宿者 也都可以使用醫管局和衛生署 各項的醫療和精神的服務 食環署主要其實的職責 也都是為了保持老宿者聚集的地方的環境衛生 其實還有其他很多不同的部門 包括例如老政署是負責天橋和行人道路的一些保養 維修和承辦商清潔他們的一些工作 所以在當中是牽涉很多不同的部門 警方也是 在那裡也都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包括就是要確保治安和免有毒品滲透的情況 以及在聯合的行動裏面 是維持秩序 剛才鄭議員也有提到 民政署其實過去也有一個挺好的計劃 尤其是在深水埗就是先行的 這個也值得去跟大家分享一個成功的例子 因為在民政署其實也扮演好很多的角色 包括大家都知道 他們是會有提供這個臨時避寒避暑中心的服務 也都很多時候會聯同有關的部門 跟當區區議員關注露宿者團體的要求 以及跟他們接觸 甚至是跟進個案 就著深水埗區 剛才提到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其實早前在區議會也有一個報告 是加強露宿者方面的支援 在2014年開始 其實我們再看回 從2016年的10月到2018年的5月 香港組織協會其實都已經提供了深水埗 這162次的外展服務 探訪露宿者超過9,050人次 以及協助了54名的露宿者上樓 當然舊世軍也都進行了173次的外展服務 探訪的露宿者超過2,200人 為1,230人次 提供基本的身體檢查 以及成功轉介162次的接受這個治療 其實我們現在各個部門都有我們的工作 也都會聚焦去幫助我們這些露宿者的特定需要 當然我們每個部門會繼續加深這方面的工作 如果他們就住房屋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可以社署或者房署 我們看看有沒有提出安置的安排幫助他們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加強各個部門的支援 多謝主席